除了总统副总统之外 你还提到两个人选 也就是一个立法院长 一个是行政院长 就是我们的格魁 好 那说到格魁 大家就会想到说内阁制 最近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样 把它连在一起看 柯文哲抛出了内阁制 他说2024总统大选目前看到 我们现在看到是呈现四卡度的局面 所以他抛出内阁制的议题 希望大家能够考虑看看 要不要往这个方向去合作 蓝白和应该是价值理念的合作 而不是赤裸裸地谈权利分赃 不过政治本来就是权利分配 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解读呢 未来应该要朝内阁制发展 这柯文哲认为的 所以他说呢 不管是蓝白 蓝绿 绿白都可以合 当然怎样会提到说 其实呢最早提出内阁制 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是朱立伦 那台面上谈到内阁制的 这个是朱立伦 现在看到说提前丢出来内阁制 在这个蓝白合的很重要的时刻 那大家也在想另外有一种说法 文贾老师我请教你 因为大家想说他现在丢这个内阁制 柯文哲是不是预先在布局 说万一这个2024是赖清德胜选 再也阵营他们这个败选之后的一些 玉拟的剧本 是其实柯文哲呢 其实他已经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这次呢 当然一般的普遍认为 可能赖清德会胜选 但是实际上在国会可能不会过半 那这样对这个所谓非力就有机会 那我们知道我们讲一下内阁制 就是嘲笑野大 对那内阁制的就像日本 现在英国这些都内阁制 他是怎么样 是国会的议员选举出来之后 他负责立法 但是从这个最大党的议会里面的 党会当任首相 然后呢首相去阻隔 去负责行政 那因此看来呢 如果说他这个柯冰想好了 如果说这一次他选输 但是其实非力的阵营是很庞大 而且是为这个所谓的国会议员 在国会会是多数 是多半的 所以他等于说是下一届 2028年就有机会 干脆来主持一个内阁制 这样子呢 这样免得让这个民进党呢 长期透过这个总统直选呢 来掌握了这个政权 所以我觉得这个柯文哲 他已经早好已经抛好这个一个想法 那当然他也可能去 这是受到去日本受到的启发 因为日本呢 其实长期以来呢 这个天皇是虚位制 然后呢真正阻隔的是这个 是自民党 那自民党呢 他就联合共民党 哪怕呢 这个做的再怎么差 但是他还是国会最大党 所以呢 他就不会受到一些的左右的影响 你说自民党在内阁 就是说在日本内阁当中 他还是比较多数优势 当然优势 是为他掌握了行政权 立法权的行政权 所以他掌握了长期执政 那相对的柯P提出来 就是受到的一个歧视 一旦呢 这个现在 只要国内的民意认为说是 这个反对绿的话 那非绿 从这个联合 非绿组合 对 就组合 就能够确保下一次的政党能够取回 能够取得执政党 或者取得执政的机会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内阁制 当初先提出来这样的想法 是朱立伦 他说国民党必须结合 在野这个共同的理念 包括宪政体制 一定要改革 所以未来的政府 应该从现在总统制 走向双首长制 最后是走向一个责任内阁制 前国代黄鹏孝也特别提到 那有人问他 他说如果2024选举结果 立法院的席次 各党都不过半 朱立伦现在推动这个内阁制 联合民众党的柯文哲 还有包括新党的主席吴成典 共同组成一个执政联盟 那最后就可以掌握台湾的政权 当老大 这是黄鹏孝他的分析 但是现在看到是说 如果我们连同把柯文哲最近 因为看到他最近抛出了这个内阁制 大家也在解读跟分析的是说 如果真的是可以朝内阁制去合作的话 我们也讲说蓝白和蓝白和 蓝白要合作 那如果是朝内阁制合作的话 是不是说未来也不排除 柯文哲干脆去做隔魁也有可能 因为隔魁如果掌握实权的话 在内阁制的国家 内阁制的隔魁掌握实权 老师怎么看 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 你要从两个角度来看 现在大家几乎从选举 选后的权力分配来看 当然你刚才不是提到吗 主持人 有人说是分赃 其实就是个权力分配的政治本来就是这样 那你现在是完全从选举来考量 为了这次选举选完 因为国民党本身没有办法要联合 你是选举考量 另外一个方式 你要从国家的长治久安的方式来考量 只有美国 何况自从发生国会事件以后 川普是那时候 那美国他的民主制度是不是那么一样的好 也受到很多人的质疑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那你在台湾 尤其我们是不是要实行总统制 我们现在是总统制 但是总统是你要看得出来 我们是总统是有权无辙 那么总统你是提名行政院长 但你又不受到国会的监督 也不去国会报告 又不到国会报告 有时候连记者会都不要开 不开 那你这个行政院长呢 你要受到这个立法院 你要受到这个监督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要怎么样来对于最有利 但你从国家长治久安来看 不是你现在选举前 你随便提提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因为整个这个宪法 我们整个国家这个体制 你又被经过修宪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行政立法 司法监察五权 那么这样一个制度 所以你要如何能够变成一个内阁 我个人来觉得 我个人从权责的分配 我个人比较偏向 我是真的是赞同 比较支持内阁制 赞成内阁制 那因为中国这个情况之下 尤其在台湾 你看看 其实看人 我记得当时 有一阵子是严家干当总统 那么行政院长是蒋经国 他只是院长 那有什么事你会找总统吗 你当时是院长 人坐哪个位置 人坐哪个位置 哪个位置就重要 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这样讲的话 这次如果透过这次选举 我们做一个尝试 因为过去从来没有的 这个联合政府 如果势必要如此的话 我觉得将来也可以做一个实验吧 那实验完了以后 将来要长治久安的话 你还要坐下来 从立宪精神 从宪政主义这个观点 来讨论这个问题 而不是现在光从权力分配 我们没办法 我现在只有搞两个政府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搞内阁制 那是选举考量 很同意老师 因为在民主国家 其实强调是责任政治 如果是内阁制的话 就是由组成的内阁 所带领内阁的隔魁来负政治责任 OK 那提到蓝白河 我们也来看 就是郭台铭 他在提到蓝白河的时候 他回应的是用北风论 他就说 北风跟太阳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北风冷嗖嗖 越吹越冷 离明星越来越远 用强迫的压力 北风的压力 就离明星越来越远 说完了北风跟太阳的故事 但是大家想问是 那谁是北风 谁都是太阳 不要问我 我是外国人 你问我这个 用这种中文来形容 台湾的政治情况 我也听不懂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很多年轻学民 不会在乎 你觉得他用这种方式 来讨论台湾政治 或能不能跟蓝白 什么什么 我觉得这样 不会有效果 但是你觉得他提出 北风与太阳的理论 是意思就是说 他自比于为太阳吗 还是 他离明星比较近 他还是希望 他可以当成关键人物 对不对 我身为律师 我不得不说 谈什么和 内阁字 而且这个内阁字是非正式 因为没有休闲钱 什么内阁字 就是非正式的内阁字 是合作 但是不是真正的内阁字 get it in writing 所以我的意思是 不管国民党打赢民众党什么 或郭台铭打赢客观是什么 都要有 修宪 都要 白嘴黑字啊 对 签名喔 对 ok 北风论怎么看 我觉得从我们就郭台铭这一波争取国民党提名开始到现在 他的心路历程 我就认为反对他或者忏衰他的人他认为就是北风 不只一个人 不只一个人 就是一群 一群疯 对包括政治人物 包括一般民众 那他认为 这个打压的越厉害 让他这个孤独的感觉 被迫害的感觉越强 他参选的 对他参选的信念就越强 我认为他说的北风 不是这个某个政党 而是反对他参选 或忏衰他参选 但到目前为止 事实上这个民众也看不懂他到底要什么 总体来讲我认为 这个郭台铭到现在这个边缘性的这个角色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 尤其是历来的这个民调都是如此 这个因此 或许他这个北风论或太阳论 反而更坚定他持续参选 在这个里面要有一定的角色 那才可以达到他的目的 好 等一下我们来聊到 刚刚有一个人一直没被聊到 没被讨论到 就是赖清德 马上回来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缘局势 周晚到周六晚间九点 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